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Hey Choo的頻道,我是阿絲 今天這條影片是一條輕鬆的聊天片 話說很快就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了 環球唱片很有心,推出了一個專輯 收錄了歷年提名和獲獎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 這條影片的discretion box就會有專輯的連結 大家按進去就可以聽這些經典歌曲 今天我就選了專輯中我最喜歡的10首電影主題曲 跟大家聊聊這些電影,說這些主題曲的編曲和歌詞 所以今天就有一位特別的嘉賓,也是很久沒店頭的 我啦 請問你是哪位呢? 我是Dino 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你這麼久沒店頭 因為稀初的員工活動都不如我 我只有我被人背 我們有員工活動的嗎? 有啊,那些什麼羽毛球啊,BBQ啊那些 我幫你反映一下跟我們的CEO 阿韋 阿韋說一下這個問題 開始之前想提一提大家的 因為我們待會說電影的時候 可能會提及到很多電影的情節 是會有劇透的成分的 所以如果大家很怕劇透的話 就可以在影片下面提一提歌list 才決定去聽哪一段的 如果不是很怕劇透的話 就準備和我們一起進入電影歌曲的分享世界了 好,那我們馬上開始了 第一首我選了的歌就是 《善女幽魂》的主題曲 《善女幽魂》 主唱就是哥哥的張國榮 這部電影在我心目中真的很經典 而這首歌的作曲和作詞的黃瞻 實在是太厲害了 這首歌每次一響起 就會令我想起由哥哥飾演的靈彩神 在片頭的時候 他不是在迷霧的山頭走來走去的 很有一種沉默的感覺 然後他又遇到劍嚇殺人 又下了大雨 很狼狽的 用這首歌來做片頭曲 是可以營造到靈彩神這個形象 就是很傻氣 直率 以及他的人生是很崎嶇的 嗯嗯嗯嗯 對呀 在配音方面我也想說一下 我覺得整首曲風很有古典味 他就用了琴燒去做這個演奏 令到整首歌更加有那種飄渺靈光的感覺 整件事就很有那種空靈植物的feel 更加可以配合到小線的這個主題 如果要說這一份詞 我就會理解為是說人生路上的慨嘆 人生有時候就是很崎嶇 很迷惘的 所以就好像這首歌每一段的最後這樣 露隨人茫茫 就是因為人生一直在那裡走 就是很容易會走進去迷舞淚 那我就特別很喜歡他這一段 就是人生是美夢與熱望 夢裡依稀 依稀有淚光 人生總是充滿著無盡的熱望和期望 但很無奈總是會有失望 夢裡依稀是會有淚光 是會有遺憾的 這句我覺得反而可以在其他角度去看一看 我覺得它裡面的淚光 其實是在充滿著小線的眼淚 因為整首歌除了說人生經歷之外 也是在回應靈彩神對小線的感覺 小線的那種藥跡藥離 就好像還原一樣 所以如果說回你剛剛那句 我就會解作為 靈彩神是一個充滿熱誠和熱望的人 但是在夢裡這些依稀的淚光 就是因為遇到小線 所以成為了他最後的遺憾 在這裡就想補充多一點 其實我是很喜歡這部電影的插曲 《黎明不要來》 因為這首歌是可以很清楚地表現到 小線和靈彩神的難捨難離 他們一起很開心地經歷了親密的一晚 但第二天早上他們就要分開了 所以電影的最後就會看到小線離開了 靈彩神就在透光的木板牆前面痛哭 這一場就看得我很深奧 哥哥的演技術實在太好了 第二首歌就是《幻影》 就是電影《陰陽錯》的主題曲 其實這部電影就像香港版的《人鬼情未了》 整首歌不斷在電影中穿插 包括每一次男主角和女主角 即是古志明和張小如相遇的時候 都會播幻影的純音樂 而他們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在大宇裡 透過朦朧的車窗看到對方 正好就可以配合幻影的主題 而當中的歌詞都可以帶出 好像如幻影一樣的人鬼情未了 譬如歌詞中的《紫色的小盒子雷》 盡藏著許多未了事 剛巧在電影中 張小如就有一個紫色盒子 所以這首歌的歌詞 其實是很配合電影的情節 我特別深刻的是 古志明和張小如相識的一場 最初就是風鈴的聲音 慢慢地佔入這個音樂 到結尾的時候 張小如就被這個道士驅散 真的很慘 這場 這個位置就播出了《幻影》的人唱版本 是一個清唱的版本 直接營造了這個悲慘的故事形象 不過有人說過這首歌其實是 男性的幻想 即是怎樣? 即是 其實就是當時80年代 男性面對著這個現實的壓迫所幻想出來的一些東西 這個人鬼情未了 其實就是男性去逃避 現實的一個夢 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古志明這個角色 其實是很慘 他老婆也很餓死 他又在生活中又得不到滿足 所以其實這位張小如 即是女鬼 最美女的女鬼 其實真的是一個男性的幻想 所以王八明這樣寫故事是有他的原因的 好 之後第三首就是《最佳拍檔》 就是許冠傑的《最佳拍檔》 這首歌也是一首很經典的歌 很輕鬆的歌 也是很心虛 很許冠傑風格 很跳脾的感覺 歌詞也是很地道 曲風也是很輕快的 這首歌主要是回應電影中所說 《光頭神探》和《King Kong》這對拍檔 裡面有一句 我的名字叫King Kong 各款像James Bond 最佳拍檔 一個是智勇相傳 一個是專搞破壞 整件事是十分之好笑的 也拆出了很多不同的火花 歌詞就是簡易明白 而且旋律也很簡單 但是反而這樣就很突顯到當時那種電影的中心思想 令到很多人都很喜歡看這部電影 而且可以配合到電影的喜劇感 其實我對這部電影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但這首歌實在是陪伴我成長 一會兒我會繼續說Sam Huy的歌 因為我都選了一首是Sam Huy唱的電影主題曲 然後就到第四首歌 就是這個追 一追再追 只想追講生命裡 一分一秒 簽名了 那就是金枝玉葉的主題曲 是電影金枝玉葉 坦白說 這部電影其實無可否認 我覺得是因為哥哥的歌 才會令到這部電影這麼出色 因為它的劇本其實正正常常 沒有什麼驚人的劇情設計 情感上又不是描繪得很細緻 但哥哥的歌完全是這部電影的亮點 之前我在《靈魂奇遇記》的影評 都跟大家說過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在我心目中是一首很浪漫 基本上是最浪漫的歌 因為就是想說一追再追 原來所追求的所有東西根本就不重要 因為有了你 就算平凡卻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有你跟我一起去走過人生的經歷 電影裡面其中一個最難忘的情節 就是這首歌出現的時候 就是片裡面的顧家明 因為小穎的啟發 慢慢用鋼琴作曲 然後彈了追的旋律 小穎就坐在家明身邊看著她 那一刻就愛上了她 當時玫瑰就在樓下聽到琴聲 就感覺到家明終於回來了 所以這個位置是很棒的 因為這首歌完全帶動了電影情緒 另外最後小穎跑去找家明的時候 其實就是播了一首Vocal人聲的追 她用家明的聲音去唱出小穎當時的心情 還有一次她深化了兩個人肯定對方的這種關係 其實是一個層底式的聲話 就算小穎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 這個已經是不重要了 那時候的小穎只是想拋開一切 去確認家明對大家的這份感覺 所以其實你這樣說起我也想補充一點 就是其實這首歌裡面所說的 譬如只想追講生命裡一分一秒 追蹤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 這些無論是生命的基本追求 或者是人定的標準 譬如男應該喜歡女 女應該喜歡男 什麼為之愛情 是男還是女 什麼為之好的情人 我很努力去追求這些標準 原來是這麼可笑 因為其實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你 你就是我真正的目標 很清楚之後 其實這些標準已經不再重要了 你就是你 你就是我需要的人 所以其實這首歌 是很配合到電影的故事 接著就到第五首 阿狼戀曲 阿狼戀曲 就是阿狼的故事裡面的主題曲 由許冠傑填詞 和來大有作曲 沒錯 是時候說回許冠傑的詞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許冠傑的情歌 因為他的詞真的不得了 我是很喜歡他的首《南亡你》 南亡你的姿態動靜 略大誘惑的日常人情 而且也很喜歡這個雙聲情歌 日搖共對慶奏飄 互傳世約慶春曉 拍手掌 你不會錯 兩心相搖 影相笑 懸化海鷗 慶長語情調 哇 很漂亮 那些詞真的寫得很漂亮 好像一首詩一樣 真的不得了 當然阿狼戀曲一樣 都是一首寫得很漂亮的詞 裡面有很多疊字 譬如水汪汪的黑眼睛 輕飄飄的舊時日 風燒燒的漫長路 這些疊字和編曲都很相配 因為編曲的旋律 就好像是一個漁舞曲 就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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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疊字 是配合到節奏感的 我們好像說出戲都很慘 是啊 那先說一下 這一首歌詞 其實就很配合到 當時阿狼的心情 他那種很悔不當初 就好像歌詞裡面所說 素仔如夢煙搬燒 回首哪堪計 反映他當時是十分後悔的 還有破曉詐繩多空虛 難可再擁有 就反映到他當年很後悔 扶了波波 在波波大肚的時候就打他 又去玩飛法賽車 又去炮妞 他裡面還有一句就是 抬頭遙望天邊 隱隱看見哪 倦鳥返家 其實就是暗示著 他沒有一個真正的貴宿 倦鳥 就是一隻疲累了的鳥 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大概沒有 而且歌詞結尾 也是一種解脫 尾段的歌詞就是 永不救往式恩怨 情於你心托 其實就正正可以配合到 阿狼的心情 他不再去計較以往的恩怨 這一份情就留在你的心裡面 寄託給你 請你幫我好好去保管 似乎就是回應最後阿狼的結局 好 接著就是第六首 就是這個蒼海一聲笑 就是笑傲光湖的主題曲 我想說這首歌真的很小 就是黃尖的曲和詞 都是一份很簡潔 但是很有力量的詞 忍不住忍不住 先說一說 蒼海一聲笑 五個字 其實很重點 蒼海是什麼 我現在準備講了 你不要講 我講可以嗎 其實是講一種很灑脫的人生觀 因為笑傲光湖 其實就是講一班光湖人 他們亡卻了世界所有的紛爭 不再去真名俗理了 所以決定退隱光湖的一種概探 所以蒼海 就是說對著一個弘大的蒼海 一聲笑 即是怎樣 就是這樣 輕輕一笑 小串 你那個笑容 是一種汗透塵世間所有煩惱的括答 一起如法雲 是的 我記得裡面最深刻的一個經典情節 就是劉政鋒和曲洋 一起退出江湖 跟令狐聰和岳寧山搭船 撥撥車的逃走 在這個船上 劉政鋒和曲洋 因為太感慨了 一起唱出這首歌 蒼海一聲笑 大家可以在YouTube聽這個版本 他們一起很開心地演奏 然後很快就遇到敵人來了 講一講歌詞 其實我最喜歡這句 蒼海一聲笑 韜韜兩岸潮 浮沉垂浪 梓忌今朝 嘩 真是美得不得了 蒼海即是說世間上所有無止盡的 慾望 紛爭 一聲笑 就用笑去應對 即是一種很灑脫 不再去真名奪離 韜韜兩岸潮 逐世間的煩惱 就好像韜韜不絕的浪潮 不斷在那裡翻滾 但是這一刻 我只是想浮沉隨浪 一切都順其自然 一切都隨浪而去 只記今朝 最重要就是活在當下 嘩 嘩 真是很漂亮啊 他的詞 真的要多多研究王瞻的詞 有機會的話 好了 下首就是 下首就是 完全因你 對啦 老實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 是一張競軒版本來的 蛤? 噢 搞錯 什麼啊 我是看和平飯店聽的 這部電影都很經典的 經典 但是當年是 不是那麼大賣的 因為你應該說 因為我當年是集中看過劇情 所以我忘記了這首歌 不可能 我幫你繞 不用啊 不需要 這首歌其實很多人都翻唱過 剛剛都提及到 張傑軒的版本 裡面的 本身的原唱是彭寧的 裡面的歌詞其實是很細緻的 配合到音樂是很動人的 也可以完全配合到 電影裡面 阿平 就是周潤發 和小曼 就是葉童的愛情故事 阿平和小曼 都是兩個很寂寞的人 他們的過去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就是 你改變命運的結局 陪留女的我笑著看 一個千秋於春風裡 柔將我心再搖檔 我想唱完下一句 Anyway 很深刻的一個場口就是 小曼去到最後的時候 抱著阿平在那裡哭 然後帶著阿平離去 整個背景音樂 就是完全恩利的這首歌 阿平就改變了小曼 而小曼也只想帶阿平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沒錯 其實這首歌在電影裡面都不斷播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一個純音樂的形式 有時候是一種mixing的形式 去混合了不同的版本出來 中間有一個位置 其實就是由小曼去唱出 就扮成他的focal 我是很深刻這個情節的 就是因為那一刻應該是阿平 愛上小曼的情節 就是阿平看著小曼去唱出這個人聲的版本 我覺得是動人的 好 之後就到這個聲語心願了 咦 這個不是阿塔茲最漂亮的作品? 然後開頭就 阿阿阿阿這樣 開頭就很雷聲 對了 這首歌其實是每一次響起前奏 就是剛剛我阿的音 就會勾起很多回憶 因為這部電影其實是一部純愛的小品 其實很慘 因為印象中 張柏茲除了很清潔之外 在一部電影裡面 就是不斷在哭 金培達的編曲 都能夠配合到這個電影的主題 是一種充滿遺憾美的歌 整份歌詞都完全表現出那種 生離死別的情緒 例如他說 心痛得無法呼吸 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跡 任你消失在世界的盡頭 其實這部電影真的很慘 最慘的地方 不是因為洋蔥頭死的 而是洋蔥頭死了之後 回到人間那幾天 過了幾天之後 他們的感情 或者可能是他們的回憶 不停湧現 導致這件事更加傷心 對 所以如果我是洋蔥頭 我真的不會回去 真的沒什麼意思 除非真的有些事情想說 或者還沒說 很重要的一些遺憾 好 之後就到這個 《忘了忘不了》了 那就是《忘不了》的電影主題曲 是的 也是張拍之場的 這部電影其實是 我覺得是好看的 坦白說 因為這麼多年一看 我覺得它是 雖然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但是故事其實是很寫實 是一些小人物的故事 還有是感動的 因為它很短很簡潔地 帶出了無論是張拍之和古天樂的感情 還是張拍之和劉青雲的細水長流 還有就是張拍之和他爸爸的感情 其實看起來好像一個很慘的故事 但其實是苦中帶點甜的 張拍之因為這部電影 拿了最佳女主角 其實我覺得是實至名歸的 因為張拍之真的會演戲 但這首歌其實只不過是片尾出現的 這份歌詞好像是一些失戀歌 但其實那個船是一點都不慘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 根本配襯電影的結局 就是展望張拍之和劉青雲的這段關係 會怎樣好好的發展 好了 我們講最後一首歌 就是 《讓我留在你身邊》 就是覺得很好看 因為這部電影好像講了自己的心底話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 擺到人這部電影 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 就是它的說話和金句 如果它可以開解到你 其實這部電影就是令到你很感觸 所以可能如果你本身有感情創傷的話 可能你在這部電影裡也找到自己 也會被這部電影的金句所感動 而這首歌就是由陳奕迅飾演的馬力 他在演唱會裡面唱出《讓我留在你身邊》這首歌 另一隻想帶他到彼岸 想幫他的小玉很感動 這首歌的歌詞其實都很清楚 正正就是擺盜人的意義 就是幫人帶到彼岸 陪伴他走過人生的失落關口 所以歌詞裡面不斷提及到 《讓我留在你身邊》 正正就是《擺盜人》這部電影的目的 這首歌看來好像是馬力的出發點 其實是以小玉做出發點 因為馬力令到小玉重新找到這個做人的目標 首歌前段的情緒其實是比較低落 孤單無助 去到後來的副歌變得更澎湃 正正就是小玉想對馬力說的一番說話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夢 我願意安靜的活在每一個有你的角落 即是說卑微的我只得一個理想 就是想陪在你的身邊 這個正正就是小玉對馬力的感覺 對啦 以上的這十首歌就是我們 在專搜裡面選擇的最喜歡的十首電影主題曲 其實這個專搜裡面還有很多其他 很經典的最佳電影歌曲 大家也可以按回Discretion box的連結去聽 最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對今年電影金像獎的最佳歌曲心水 好啦 你先說吧 我的心水就是阿Jer的神奇之路 就是媽媽的神奇小子的電影主題曲 我覺得整首歌很正確 而且呢 它也是很帶得出那種 energy 我覺得現在的香港人 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困惑 他們是很需要這首主題曲 去帶他們出來的 我呢 就覺得我之前應該在Story也出過的了 就是一定是狂不要派衣服的 歡迎來到這座城市的 對啦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是這麼多首歌裡面 最觸碰到我的 每一次聽我都打了冷陣的 因為我覺得它在講香港人的共鳴 整首歌真的很簡單 很直接 又很到位 又很清晰 不會煽情 又不做作 其實就是想控訴城市 對hip hop文化的一個淺踏 當然 其實當中 都埋藏了很多 香港的一些不同的空數 我最喜歡就是最後那句 若果你問什麼時候 我不是要說出來嗎 不要啦 若果你問什麼時候 看到明月 我只是知道 我腳下是我起點 與其你不斷去問 怎樣可以等到黎明 不如想想自己什麼可以做到 去把握自己的時間 和命運去走好面前那一步 所以什麼時候看到明月 沒有人知道的 悲觀一點或者現實一點 可能根本是沒有明月的 但是你什麼都不做 就說明月是會來的 永遠都不會有的 所以腳下就是我的起點 永遠都不會太遲 現在就把握時間 去做好下一步 所以這首歌 其實是一個很完美的結尾 就是這樣 大家明白嗎 希望大家得到我的意思 這首歌是真的 每次聽我都 真的硬濕濕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誇張 你是不是柳柳粉來的 還有我覺得 我是柳柳粉 但我很客觀的 看這些東西 我不會 就是因為他 我就一定是支持 我不會的 我真的很客觀的 所以 說完自己就閉著笑 還有我想說 其實狂舞派3 我覺得 我之前也有出影評說過 我是真的覺得好看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覺得 可能是劇本上不完整 或者會覺得很散 但是我覺得一部電影其實 好像王家衛的電影一樣 就是你如果 只是用一種角度去欣賞 可能會很迷惘 因為其實王家衛 他用的方法 就不是用劇情的方法去看一部電影 他可能是用了其他電影藝術的 或者是在一些鏡頭運用的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一樣 就是我反而看到最後 我真的覺得很感觸 而且他給了一種澎湃的感覺 是很熱血的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這部電影 就來到這裡 Dino 希望下一次又見到你 員工BBQ遇到我 記得遇到我 我都沒有邀請 都不知道是什麼 不要緊 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部電影再見 大家記得去下面留言 就聽過了 聽完之後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 告訴我們你最喜歡哪一首 我們下一部電影再見 好 拜拜 拜拜